大家好,今天我会跟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有糖尿病的病人应该经常看您的家庭医生 如果你有糖尿病的话 我们建议至少三个月去看一次家庭医生 这样可以提早的发现任何健康问题 尤其是糖尿病的并发症 比如能影响到肾脏、眼睛、猪部、神经或者心脏的并发症 你的家庭医生也可以帮助你做一个糖尿病管理计划 这可以让你免费一年五次的去看 营养师、足病师、糖尿病教育、运动生理学家 谢谢大家 如果大家有时间 请帮我们填写一份问卷